战争这种事,许青没经历过,但他看到过类似,只是层次上差距很大。 他看到的是贫民窟所在的小城,与别的城池的一场争斗,这场争斗打了七八天的时间。 那么七血童的与外界的战争会持续多久? 许青脑海浮现出人渔族大笔石的一幕幕,许久目光内敛。 队长有一句话说得对,这种大事不是他们该去操心的,宗门的大人物们才是这一切的主导。 我要做的是除非利益足够,否则绝不参战。 许青转身走回洞府,谭西坐下时取出养生爵的预解。 煞火吞魂精虽也是功法,但更多是以杀戮来修行,所以某种程度说骑士竖法也差不了多少, 修炼下去后,随着法鞘的开启,也有相应的法术招式。 而养生爵则不同,它是纯粹依靠修饰自身去吐纳天地灵气来修行, 与化海精类似,慢慢地去壮大自己,去磨开一个又一个法鞘。 所以许青觉得,自己之前的想法有些不对,这两个功法实际上是可以一起修炼的,相互水主水府不重要,因为筑基阶段的一切,都是以开启法鞘形成命火为主。 此刻它盘膝中,开始修炼养生爵。 一夜过去,第二天,天色蒙蒙亮,当初阳升起的一刻,随着阳光如一道道火焰的落下,许青睁开了眼。 它平静地整理了一下自身的武器与毒粉,还有买来的福宝,随后日常镇压了一下影子, 这才打开洞府大门,望着远处青天白云被映照的通红,如浩瀚火炉般的日出。 要出海击杀海兽,获取旗魂,冲击法鞘。 许青身体一步走出,直接踏在半空,身下蛇颈龙幻化,仰天咆哮中四个龙旗微微一晃,如把苍穹画大海,激发出惊人的速度,带着许青直奔天际。 无尽之海,浪涛一片漆黑,与苍穹的明亮去比较,这黑色透着浓浓的诡异,如墨一般, 更是因其深邃与未知,让人不得不内心生起强烈的敬畏。 尽管不是第一次出海,可此刻到了海上,许青的心情依旧与曾经没太多区别,甚至更谨慎,更小心。 因为宗门内还有一定的规则,可在宗门外任何事情都有可能。 所以,许青没有照耀的飞行,而是将法船取出,同时开启了遮掩,使自己的法船看起来很是寻常。 随后他盘膝坐在家板上,四周防护笼罩,船上要比洞服舒服。 许青坐在船上,心底感慨的同时,操控法船直奔他选定的一处区域。 那处区域,他曾经去过,正是当日与赵中恒和丁雪一起遇到蛇颈龙的地方。 因为他的狩猎目标,就是蛇颈龙。 破开法窍需要魂,许青觉得自己既然决定以海兽之魂作为新柴,那么当日对自己有些修念的蛇颈龙,自然成为了首选。 只不过他也知道,不可能遇到同一只,但那里有蛇颈龙触摸过,去看看也好。 于是许青一边航行,一边打坐修炼养生爵,不浪费任何时间,同时他的本命蛇颈龙也被他收入法鞘。 自己的本命蛇颈龙气息是助击,一旦出现,许青担心以这些野生蛇颈龙谨慎的性子,怕是不会显形。 期间,他也在海上看到了一些飞飞血同的舟船,每一次许青都极为警惕,虽如今助击,但他的戒备没有丝毫减少。 而海上遇到陌生舟船,双方大都如此,各自戒备,小心地相互远去。 就这样,时间流逝,三天后许青以其助击的速度,终于到了当日的海域,此刻正是晌午,天空上一头头海鸟飞舞,有丝鸣回荡。 许青坐在船板上,低头望着黑色的近海,感知散开,关注海下的波动。 等了许久,没见蛇颈龙出现。 许青沉吟一番,将法船的波动也收敛,同时抬头观察天空,直至片刻后,他锁定了一只在四周盘旋,似在试探自己是否是食物的围驰鸟。 会手间,黑色铁铅刹那从他手中飞出,直奔天空而去,那围驰鸟一惊刚要逃走,可还是晚了,被黑色铁铅直接贯穿了翅膀。 尖锐的司鸣从围驰鸟口中传出时,许青操控黑色铁铅将其生生地带了过来,漂浮在海面上,使其无论如何挣扎也都难以逃走后,许青警惕地等待。 时间一点点过去,随着围驰鸟的挣扎出现了无力之时,许青眼眸忽然一缩,他察觉到在海底下方,有一股暗流涌来,不久之后一条比上次还要磅礴,足足三百多丈长的蛇颈龙,显露了身影。 其气息惊人,介乎宁气与助击之间,但凭着其惊人的身体,站立已不是宁气可以对抗,此刻随着靠近,他注意到了许青的法船。 但许青法船的波动内完全内敛,不露丝毫,而他的身体也是这般,于是这蛇颈龙在四周游走了一圈后,猛地靠近。 竟不是去破开海面吞尾驰鸟,而是向着许青的法舟狠狠撞来。 似乎对他来说,许青这里,比维持鸟看起来更要美味。 此刻眼看临近,许青不动声色,直至对方彻底靠近的一刻,他眼睛里寒意爆发,右手忽然抬起,向着来临的蛇颈龙猛地一抓。 顿时,蛇颈龙四周的海水轰然,隐隐净吐起了一只海水组成的大手,约含了铸鸡的法力,向着蛇颈龙一把抓去。 与此同时,半空中的黑色铁签,也飞速穿透围驰鸟的身体,直奔海里而去,其内的金刚宗老祖如今极为卖命,想要展现自己价值,破入海中向着蛇颈龙飞速冲去。 蛇颈龙发出一声嘶吼,形成了阴浪穿透海水,阻拦黑色铁签的同时,骑龙骑飞速摇晃,在海底掀起大浪试图反击抓来的大手,目中更是透出惊疑,全力倒退,就要离去。 可还是晚了,轰鸣间,随着大手狠狠一捏,随着黑色铁签上光芒闪耀,他破开阴浪直接刺入蛇颈龙体内, 在其血肉中飞速游走,直奔心脏,要活到。 许青淡淡开口,黑色铁签一颤,随刺入到了蛇颈龙的心脏上,可取不敢穿透,一动不动。 而心脏被刺入,哪怕对蛇颈龙而言,这是如针眼一般很细微的伤口,可带来的剧痛还是让他嘶吼,挣扎中也难以逃顿,被海水形成的大手一把抓住,从海面捞起到了半空。 海水洒落,如瀑布一般,蛇颈龙庞大的身躯在半空中遮盖了阳光,使得阴影在笼罩许青的法周。 许青抬起头,望着眼前这条蛇颈龙,表情平静双手抬起,开始掐绝,体内法窍中的黑色火焰慢慢从窍内升起,顺着身躯蔓延到了身体外。 远远看去,此刻的许青全身黑火弥漫,而那火焰的生疼,使得蛇颈龙目中露出惊恐,发出强烈的嘶吼,挣扎更为剧烈。 但却于事无补,很快随着许青的掐绝,其身体外生腾的黑色火焰越来越多,直至最终向外猛的一散,竟化作了一个魔头般的虚影,发出节节的笑声,向着蛇颈龙猛的扑去。 在碰触的一刻,这魔头身体顿时沿着蛇颈龙全身弥漫,刹那间就将其笼罩在内,开始了焚烧。 焚烧的不是其身躯,而是魂。 整个过程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后,在蛇颈龙的挣扎与嘶吼越来越微弱里,其身上的黑色火焰猛地卷了回来,融入许青体内。 此刻蛇颈龙的身体一下子软了,一动不动,气息全无,而失去了灵魂后,其肉身与材料都没了灵性,失去了价值。 随着海水组成的大手松开,蛇颈龙伸去轰一声落入海中,沉了下去。 黑色铁钳飞速从其体内飞灰,乖乖地环绕在许青四周。 至于许青,他此番第一次展开煞火吞魂,正查看体内此刻出现了一小团白中带着轻易的魂影。 这魂影的样子,何然是蛇颈龙的形状,的确是白色。 许青南南,按照煞火吞魂精的描述,宁气的魂是白色,主肌是青色,其中青色的魂适合去冲翘,而白色则差了很多。 试一试。 许青想到这里,心念一动,顿时他体内的蛇颈龙魂影轰然燃烧,如星柴一般,使得火焰极为旺盛,最终直奔许青所选的第三处法鞘冲去。 许青身体猛的一震,他的第三处法鞘振战,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缝,可终究还是没有被冲开,而蛇颈龙的魂力也于此刻消散了。 的确有效,就是过程太慢了。 许青沉吟,他觉得或许是自己不熟练的缘故,于是操控法船换了一片区域,继续以同样方法吊龙。 维持鸟只是一个影子,他同时也以自身为诱,散出宁气的波动,在这片海下缭绕。 同时,他也做好了一旦不妙,就立刻升空的准备,毕竟这种吊龙,还是有一定可能性吊上一些他无法抵抗的恐怖存在。 只不过概率不大,毕竟对于那些存在而言,宁气的气息并不香甜。 三天后,在许青的持续引诱下,第二条蛇颈龙靠近,被他如法炮制,化作魂力继续轰击,使第三个法鞘裂裂更多。 终于,在换了多个位置,持续了大半个月的吊龙后,在他将第17头,堪比宁气大圆满的蛇颈龙吊上后,他的第三个法鞘,终于被轰开了小半。 太慢了,许青难难,皱起眉头,他计算了一下,按照这样的速度,自己至少要不眠不休,在海上三年的时间,才可冲开30个法鞘。 且他觉得这个时间也太乐观了,因为法鞘的开启显然不是单独去看,而是越往后越困难,所需魂力就越多。 故而时间上,许青觉得大概率还要翻倍,这还没算而回主城以及或许会遭遇的意外,若都算上,保守估计也要十几年的样子。 还是要想办法一次性杀更多的海兽。 许青木中,寒韵升起,忽然其神色一动,抬头看向远处。 远处海面波涛在这一刻突然汹涌而起,能看到一头锯齿纱在内击齿,一身筑击的波动很是强烈,而其后方天空上有一道身影,站在一把巨大的青铜骨剑上,正追击临近。 这身影是个青年,穿着七血童第一封赤红色的道袍,一头长发飘摇,面色极为冷峻,目光泛着寒意。 此刻鱼远处冷冷地扫了许青一眼,淡淡开口。 护风唤雨太平常,摘颗星星带里藏,许青眉头一皱。 无视远处。 花式里藏,石河。 后领一本。 。